一名六十一岁的驾驶 这个月三号开车在太太前往台中 没想到车子却在国道上突然熄火 整辆车卡在路中央动弹不得 而四周都是高速行雪的车辆 非常的危险 车主事后也气得上网天文抱怨 因为这辆车二零一九年刚买进来 八天前就曾因为同样的问题 进场维修 驾驶大力挥动仅是用三脚架 太太则是将外套给脱下 收高高举在空中大力摆动 两个人在距离熄火车后方 约一百公尺处来回走动 就怕后方驾驶一个不注意撞上 会发生连环车祸 回想事发当下 驾驶还是心有余悸 透过行车进入器还原事发过程 休旅车高速行驶在国道上 没想到这车是越开越没力 速度越来越慢 最后整台车直接熄火 不过这种倒霉事对车主来说 已经不是第一次 因为这辆2019年购入的休旅车 八天前才因为同样的问题 进场维修 国道熄火就发生在三号南投交流道上 而这突如其来的意外 也打乱计划好的排中行 对此客服中心低调不愿受访 只回应车子目前还在做查修和协调 也持续会和顾客做沟通 有诚意负责 只是这起国道惊魂恐怕已经让车主留下不小阴影 九郑城南投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